大家好,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一道很有特色的台湾小吃肉羹肉羹是一道汤粉类料理,通常是以猪肉为主要材料,搭配够香的高汤和米粉,再加上其他食材,口感Q弹,非常受到大家的喜爱。 肉羹的由来是源自于中国福建省,但是在台湾,肉羹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心头好,尤其是在清炖风潮兴起后,肉羹也逐渐走红,制作肉羹的方式非常简单。 首先,先要将猪肉炖煮成高汤,并且加入鱼皮和虾蜜等材料熬煮。 接着,把调味料和淀粉拌匀后,加入切碎的猪肉,搓揉至起胶质,再切成小块。 最后,把米粉下锅煮熟,加上高汤,肉块和其他食材,即可完成一碗美味的肉羹。 除了传统的猪肉肉羹,现在也有许多不同口味的肉羹,例如加了鹅子或海鲜的海鲜肉羹,或是用牛肉代替猪肉的牛肉肉羹等等。 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口味我。 以上就是我们的肉羹介绍,希望大家喜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